年过三十五,一事无成,到底是回家啃老,还是在大城市自生自灭? 疫情过后,这是一道很多人都面临的选择题,似乎怎么选都不对,有怎么选都对。 吴迪就是这么一个面临选择的中年男人,本来有着豪言壮志,发誓要在北京混出个名堂来的他。 但多年过去,连堵水花都没激起,女朋友也对他彻底失去信心,选择离开。 女友和室友接连离去,吴迪没有了在北京生存下去勇气,便卖了破烂不堪的出租屋内所有能卖的东西,就连收废品的都嫌弃吴迪家太寒酸。 对方一脸鄙夷地在房间里巡视一圈,唯独看到书籍还有点用,可作为一名编剧,书是吴迪的命根子。 但看着空空如也的钱包,身上唯一那点骨气也当然无存,目送着陪伴多年的书成为废品, 跟着别人一块礼去。 他大包小包地回了家,这次回家跟往常不同,他没敢提前跟父母说,当初父亲反对他去大城市生活,想给他在小城市某个安安稳稳的铁饭碗。 吴迪是劈了命地跑去北京,如今灰溜溜地回来,他也有些不好意思。 他没有说明在北京混不下去,准备回家发展,但当行李被扔进屋里的一刹那,母亲就知道儿子是不准备走了。 母亲吃饭的时候试探他什么时候回北京,见儿子含糊其词,母亲心里就有数了。 父亲则也瞬间心领神会,忍不住斥责儿子,如果踏踏实实找个稳定的工作,现在已经是公司的中高层。 开出租车的妹妹以自己为例,她开了十年出租,依然还是个司机。 吴迪本以为在大城市混了这么多年,工作经验丰富,眼界宽广,在小城市随便某个职位是信手拈来的事。 然而现实啪啪打脸,小城市竟然比大城市还卷。 高不成低不就的吴迪,大公司看不上他,小公司他看不上,跑了两天一无所获。 父亲看不下去,拎了两瓶好酒,厚着脸皮去求曾经的领导,想把儿子塞到事业单位去。 不料,父子俩刚到领导家门口,就听到吵架声。 下一秒门打开,一个不明飞行物一同飞了出来。 领导若无其事地跟吴迪爸爸聊天,父亲见领导两口子剑拔弩张。 父亲见领导两口子俩剑拔弩张,表达了忠心思想后,就匆匆离开。 随后领导便叫了救护车,脑袋被包上了绷带,还不忘跟吴迪爸爸打招呼,让他不要放在心上。 父亲感叹,时机不好,不知道这事能不能成。 出乎父亲意料的是,好消息很快传来,领导告诉吴迪父亲, 空出一个编制外的名额让吴迪去报道,解决了儿子的大事,父亲别提多高兴了。 老怀欣慰地看着自己的一双儿女,儿子的工作解决了,女儿早点嫁人,他这辈子就圆满了。 父亲高兴还没一分钟,扬起的笑容就僵在了嘴边。 吴迪表示,在接到入职电话的一瞬间,他突然想明白了, 以他的性格,那么枯燥乏味的工作他一定干不成。 父亲听到这个消息,瞬间怒火直冲天灵盖, 这可是他拉下脸来帮儿子置办的工作, 他说不去就不去,让自己的脸往哪里搁。 父亲怒从心中起,坐视方先桌子,妹妹眼疾手快, 整个人爬到桌子上,父亲不想再看见这个眼高手低的儿子, 母亲倒是很理解儿子,他知道儿子就算去工作最终也是辞职。 他只希望儿子能脚踏实地的生活,不要好高骛远。 吴迪觉得他已经很优秀了,之所以没有出人头地,就是差个机会。 母亲看破不说破,儿子待在身边,帮他拎个菜,他也觉得很幸福。 然而,母亲的庇护并不能让儿子免受社会的毒打。 无所事事的吴迪,每天跟老头老太太们排队领鸡蛋。 意外撞见曾经的同班同学刘刘,想当年刘刘可是斑花, 是众多男同学追逐的对象。 吴迪担心他回家乡发展会让刘刘看不起, 谎称帮别人排个队,两个人留下联系方式便匆匆告别。 殊不知,刘刘再次出现给吴迪心中留下一丝连衣。 刘刘正在筹划一部纪录片,想记录从一线城市回刘家乡的中年人, 他们所面临的压力。 中年人三个字精准打击到吴迪。 他觉得自己还年轻,刘刘无情地拆穿他比自己还大两个月, 可吴迪的重点却放在刘刘竟然还记得他的生日上。 吴迪以为刘刘对他有意思, 兴高采烈地答应刘刘的拍摄请求。 不久后,刘刘带着摄像师上门拍摄他的生活状态。 吴迪开始装枪作事,把小学的奖杯翻出来, 摆在了显眼的柜子上。 接着又拿出提前向母亲借的两千块, 当着镜头的面豪气地给了母亲一千五。 母亲顾及儿子的面子没有戳破吴迪的谎言。 吴迪始终不想承认他的失败, 还想在镜头前装出一副生活惬意的模样, 硬是把混不下去, 说成厚积薄发,为大气晚成积攒实力。 只是刘刘采访的对象不止他一个, 还有他的家庭成员, 没有人成全吴迪那点自尊心。 于是素材里就看见了好笑的一幕, 吴迪拼命地遮掩他的窘境, 父母和妹妹则一直在吐槽。 台长看着刘刘记录的吴迪, 干啥啥不行,混吃等死第一名, 觉得这个纪录片毫无意义, 劝他不行就停掉及时止损。 刘刘却不这么认为, 他觉得吴迪代表了大多数人生活的状态, 坚持继续拍摄。 为了给吴迪百无聊赖的人生一点希望, 他想起吴迪曾经写过剧本, 那个剧本还是挺有意思的。 刘刘希望他能拍一部属于自己的作品, 吴迪瞬间信心大增, 也认为这是他出人头地的机会。 本着能省就省, 电影拍摄地点就在吴迪家里, 女演员启用曾经是舞蹈演员的母亲, 男演员则找了个无人问津的话剧演员, 可即便什么都不花钱, 还是需要点经费支持的, 母亲健壮贡献出父亲的一万多块私房钱。 吴迪的小剧组很快就凑成了, 电影的第一场就是从不专业开始, 工作人员都无比的认真, 只有一直不看好儿子的父亲, 始终以审视的眼神默默盯着这个团队。 儿子的拍摄严重影响他的休息和正常生活, 就连上个厕所都要躲着镜头, 怕不小心入镜, 逼得他不得不在卫生间的马桶上睡了一下午。 忍无可忍的父亲严正抗议, 争取一天在家休息的权利, 吴迪只能带着团队去公园拍摄, 不料刚准备开机, 保安就过来找茬, 非要他们出审拍摄证明。 吴迪北漂多年, 学习的人情事故技能终于派上用场, 又是给保安点烟, 又是邀请他客串角色。 吴迪把手上的烟蒂给保安, 推上间, 保安被推下桥, 结结实实地掉进水里。 刚才的一番努力全部前功尽弃。 拍摄过程中遇到不少困难, 但没人想过放弃。 儿子的梦想是圆了母亲的演员梦。 眼看拍摄接近尾声, 这天母亲如往常一样走戏。 吴迪喊了几遍开始, 母亲都没有从门里出来, 当大家意识到不对的时候, 母亲已经撒手人寰。 伴随着救护车的呼啸声, 剧组也随之解散, 取而代之的是母亲的葬礼。 家里笼罩着悲伤的氛围, 七大姑八大姨却张罗着要给吴迪介绍对象, 美妻明曰为父亲减少负担, 父亲却对亲戚们的话置若罔闻。 他只想安静地守在老伴身边, 为儿女他能做的已经都做了, 即便再不放心, 最终还是要靠他们自己去长大, 去经历。 吴迪妈妈的去世让刘刘也深受打击, 生命如此短暂, 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他也陷入了沉思。 他将所有的拍摄资料都交给台长, 无心再做下去。 殊不知, 台长早就想好了一个更劲爆的话题, 母亲的去世简直就是如虎添翼。 很快属于吴迪的纪录片准时播出, 看着电视里的自己, 吴迪却再也笑不出来。 台长把素材肆意乱检拼接, 把吴迪塑造成了一个 一来伸手犯来张口的巨婴, 就连他拍的电影也被剪辑成 潦草的烂片, 丝毫没有展现出吴迪和工作人员 为之做出的努力, 似乎觉得这样还不够有看点。 台长竟然把妹妹说哥哥 不是上班那块料的话, 掐头去尾, 间接成对哥哥当导演的评价。 吓得妹妹连忙解释, 她说的可不是电影, 然而播出去的即便不是真相, 也成了大家认同的事实。 电影在众人的口中 成了吴迪母亲的催命符, 因为大家都说, 吴迪电影里的剧情, 写的就是母亲年轻出轨的那点事。 吴迪甚至连辩解的机会都没有, 纪录片成全了台长, 她拿下大奖, 连同刘柳都升职加薪, 刘柳没有接受, 她对吴迪有愧疚, 选择辞职, 离开这里去北京闯一闯。 只有吴迪成了街头巷尾热议的笑料, 不仅暴露母亲的隐私, 给父亲戴绿帽子, 最终因为拍摄电影把母亲累死, 一时间吴迪成了键盘侠们攻击的对象, 有留言说, 他母亲去世, 就是为了阻止他祸害电影界。 吴迪在巨大的压力下难免灰心丧气, 无意间, 他发现父亲晚上偷偷盯着母亲拍的电影, 心中不免一阵悲气, 想起母亲曾经告诉他, 成功的不见得是金子, 失败也不见得是弱者, 换得好就是别人嘴上说爽, 日子最终过的还是自己舒服就好。 这一刻吴迪顿武了, 他想把母亲剩下的镜头找个替身补拍一下, 将电影制作完成, 还没等开口, 一直反对他拍电影的父亲, 便提出帮老伴补上未完成的镜头。 大家都默契地重回吴迪家, 当父亲穿上母亲的裙子, 在厨房忙碌的时候, 父亲和母亲的形象合二为一, 电影全部完成了。 吴迪喊下停的时候, 父亲却没有停下手上的动作, 这么多年的相濡以沫, 没有任何一个人比他再适合演自己的妻子。 一晃三年的时间过去了, 大家不再盯着废柴吴迪, 他也习惯了当个普普通通的出租车司机。 妹妹决定去大城市创业打拼, 偷偷把吴迪拍的电影, 保明了一个电影节评选。 吴迪早就不对电影抱有太大期望了, 相比于获奖, 他拍的那部电影更像是一种母子俩彼此成就的梦想。 开车的路上, 吴迪再次遇见了刘柳, 这一次, 刘柳从大城市带着老公和孩子回来探亲, 两个人都默契地选择假装不认识对方, 在走走停停的车流中匆匆别过。 这天, 刘柳突然给他发来一条视频, 那是一段父亲的采访, 父亲年轻时候的梦想也是当个作家, 只是迫于生活压力, 他不得不选择进其事业单位写材料, 渐渐的梦想也没了。 从内心来讲, 他也希望儿子能成功, 看到此处, 吴迪再次打开笔记本, 在空白页上写下剧本, 这回剧本的名字叫走走停停, 是啊, 人生本就是走走停停, 停停走走, 没人能保证一直成功。 如果你感到疲惫不堪, 回到最舒适的地方, 不时为一个不错的选择。 我们要容许事与愿违, 允许顺其自然, 说不定在不远的未来会有好事发生, 足以治愈每一个平凡而又努力的人。 电影结束, 好了, 尽量到这里了, 按点赞, 留言, 关注米虫, 每天定时打卡米虫观影, 一整天嘴角小玩玩哟, 拜拜。